现在小程序这里我们可以换一个用户登录一下 先退出一下登录 再按一下登录 然后再用网站上面的另一个用户的身份去登录到我们的小程序 输入用户名 密码 按一下登录 登录以后在用户的个人大页面上再按一下这个确定 这样会请求绑定当前登录到微信的用户 成功以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数据库的客户端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现在有两个用户的wxopenid的值是一样的 先删除掉刚刚绑定的用户的wxopenid还有wxsessionk的值 我们要让微信用户跟网站用户是一对一的关系 也就是同一个openid只能够属于网站上面的一个用户 回到接口 先在这个接口类里面我们去添加一个新的方法 名字可以叫做getuserbyopenid 支持一个openid这个参数 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去根据传递给这个方法的 这个openid的值来得到网站上面的用户 users等于用一下getusers 给它一个数组参数 里面我们先添加一个metaKey 对应的值是wx 像我先openid 再添加一个metaValue 对应的值就是传递进来的这个openid的值 metaCompare设置成等于 这个getusers是wordpress提供的方法 这里我们做的就是去按照用户的wxopenid这个meta 查询出网站上面的用户 下面我们再去判断一下 如果emptyusers 意思呢就是没有找到对应的用户 我们就return一个now 意思呢就是指定的openid还没有绑定网站上面的用户 如果查清楚了对应的用户 我们可以呢去return一个users里面的第一个项目 再找到buying的这个方法 在更新用户的meta之前 我们可以呢先去用一下 this的getuserbyopenid openid的值我们可以用一下session里面的openid来表示 返回的结果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user 在它的下面我们再去做一下判断 如果user意思就是如果用指定的openid的值 在网站上面找到了对应的用户 就说明当前微信用户已经跟网站上面的某一个用户呢 绑定在一起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去return一个新的wpl 错误的代码可以是微信rest alreadybind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错误信息 用一下两个下滑线这个函数 您的微信账号跟某个用户已经绑定在一起了 第三个参数是一个数字 把status设置成400 回到小程序 刷新一下页面 按一下确定 返回的数据是一个wordpress的错误 状态码是我们设置的这个400 错误信息就是 您的微信账号跟某一个用户已经绑定在一起了 感谢观看